今天看了很多赌博毁人生的文章 有早期的和近期的 怀着一样的心情 我含泪将我的苦泪史向大家述说一下 浪子回头经不换 远离赌博 1998年全国都在抗洪的声音中 我从农村在父母努力劳动下 凑齐了学费 踏上了去武汉上学的路程 一所中专学校 没出过远门的我对大武汉充满了向往 就这样 我每天和一帮天南海北的同学玩着乐着 无忧无虑 2001年 由于我长期不上课 导致不能毕业 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不敢跟父母讲 花了200元 拿着同学的毕业证 做了个假的 也算毕业了 由于没有学到什么本事 父母无奈之下 让我去当兵 这一去五年 我在部队也算安分守己 各种训练得了奖 入了党 2006年 我光荣复员了 拿着26000元复员费 加上自己的伯父借了2万 一共4万 在我们县城买了一套71平米的老旧二手房 但是苦于自己没什么本事 部队的专业也没对口 2007年 只能跟着一个亲戚南下来到了广东省 在一家建筑工地搬运水泥 因为当过兵 所以很能吃苦 后来我到一家网吧上网 看见有一家事业单位 急招管理人员 我当过兵 管理也知道点 抱着事实的心态 投了一份简历 让人意外的是 第二天就让我去面试 面试的是一位企业的书记 对我的经历还算满意 就这样 我应聘上了一个管理岗位 800一个月 我就走马上任了 虽然很苦 但是很知足 这期间 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 当时工资比我高 她2000一个月 在我的努力追求下 她终于答应我了 因为我诚恳 肯干 没有什么酒席 就是一张结婚证 请同事们吃了一顿 我们正式成为了夫妻 婚后 我们租了一个房子 民房 就这么过着 2010年 我被提为主管了 这时候 我的女儿降临到我们身边 我更加努力工作 虽然很艰辛 但是很快乐 2011年 由于工作原因 我被调离 远离我妻儿 这次我被提为部门经理了 一个人远在他乡 只能每天电话 有一天 我在网上看见了买足球彩票 因为我业余也喜欢足球 此时也就一个人 没什么爱好 所以刚开始也十几块买一下 还加入了一些讨论群 期间有一个人在群里说 这有什么意思 在外围买才过瘾 一次说不定可以赢几万 当时我还是很不屑的 因为我 还有女儿和家人 后来有人在群里每天发图 看见他们买的 都是中了几千几万的 此刻我心动了 也同时开启了赌徒之路 我抱着适时的想法 让男人叫我 然后还告诉我网址 我注册进去 然后成为了一名足球 外围赌徒了 刚开始都是几十的买 后来就慢慢的击百 上千买 工资这时候六千块 不到一上午就输完了 没有生活费给老婆 怎么办 只能去办信用卡 还好十天时间 我办了一张两万的信用卡 刚开始提了六千 当作工资给老婆四千 我留两千 然后又把两千输了 接着又提 两天把信用卡的钱输完了 我不甘心 又陆陆续续的东借西借的 输了接近十万 我有点害怕了 但是此刻的 我已经无法自拔了 凭着事业单位的信用 我顺利的从银行贷到十万 结果不到一个月十万全部输完 还背负了三年的还贷 期间我后悔过 特别是输完后 我努力学习 相继考取了一些职业资格和职称 转眼 我还账两年了 期间还想着翻本 而且一直瞒着老婆 真的很累啊 心理压力真的很大 弟弟买房子了没钱 父母求我给五万给他 此时我没有钱怎么给 只好找朋友 同学借 结果也就筹到五万给了弟弟 这样 我的债务又增加了五万 没办法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借东还西 然后又输 一直到2016年的六月份 正当我焦头乱额的时候 传来父亲患了癌症的消息 我心急如焚 只好找一些社会的朋友借钱 给父亲看病 手术很成功 花了六万 我的债务又多了六万 七月的时候 有个朋友说家里有急事 要我还钱给他 此时我已经无力偿还他的债务了 结果他反映到我们单位 导致单位对我进行了调查 期间认为不错的同事也好 朋友也罢 全部像碧温神一样的躲着我 怕我的事惹到他们 更别说借钱了 我终于扛不住了 向父母 妻子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父亲听说后很伤心 我极力地稳住父亲的情绪 因为他一直在化疗 妻子听后 马上跟我离婚 还大吵一架 好几次我走在路边 想一聊百聊 但是想想年幼的孩子 病痛中的父亲 我还是挺过来 我不能走 我是顶梁柱 后面就是无休止的心理和生理的压力 植物没了 最低生活保障 我咬牙还了十二万 期间又复赌 还差二十三万 每天都是面对每个债主的电话 但是能如何 我给他们打了欠条 人不死债不烂 但是有两个朋友 依然不依不饶必须要钱 欠他们五万两千元钱 实在没办法 我也只能每月还点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虽然我还在努力还款 但是既然犯了 错就要接受惩罚 但是亲人是无辜的 写到这里 我脑海里久久难以平息 仿佛一夜之间 看尽一切人情世故 那些不帮我 反而落井下石的人 和那些亲戚变换莫测的嘴脸 但是这不怪他们 因为每个人的生存之道 就是这样的 其实还钱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 那些来自外界的精神压力 反而使人走向极端 希望那些和我一样的人们 借赌重生 不要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咬牙挺住挺住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 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 请帮我个忙 订阅频道 给这部影片点赞 希望你可以分享出去 我们下期再见